A點如果是SEYE B點是SEYE 那 AB在L同側 它就會呈現符號相同的現象 所謂的符號相同 意思就是這樣 譬如說老師用一條斜率等於 1 2 的直線來給同學做說明 比如說像這裡 這一條是斜率1 2 然後因為它通過圓點 所以如果就直線方程式來講 是S-2Y等於0 然後如果說 S-2Y 大於等於0 理論上就在 這一條直線的右邊 判斷法則 你可以 從這個角度來做思考 因為只要在這一條直線上的所有點 帶進去始終會等於0 譬如說我請同學隨便挑一點 比如說假設 老師挑2跟1 在21 在21這裡 既然號稱在直線上 帶進去一定等於0 然後所有在21的右側 所有在21的右側 它這個Y坐標都是1 那不管是2.1 或者2.2 或者2.5 或者3 總之2-2 本來是等於0 所以只要這個S坐標超過2 然後這個Y坐標還是1 那你整個不等式就會大於0 所以你用這一種線 不斷的 累積起來 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你只要在這一條直線的右側 只要有一個點帶進去是正的 所有的點帶進去就通通都正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稱它為 AB如果在L同側 那L把A帶進去 課本是這樣寫 AX1加上BY1加C 也就是你把X1 Y1帶進去L裡面 以及X2Y2 帶進去L裡面 那符號要嘛正的 就同時都正 要嘛負的在這邊 就同時都負 所以同側的話 相乘就會大於0 所以這個空格請同學填上 這裡有寫上大於0 那 同樣的 如果在反側的話 課本就是這樣寫 所以 把A點帶進去L裡面 以及把B點帶進去L裡面 這個地方就是 小於0 所以 這樣是代數4 那幾何問法 就在第三點 這裡要請同學打猩猩 如果假設有一個線段跟L相交 有一個線段 比如說A點B點 像現在黑板上老師這樣畫 就不會跟L相交 如果老師這樣畫 A點B點就會跟L相交 如果老師這樣畫 A點B點 當然也會跟L相交 所以只要在AB在L的 反側 或者念作預測 這個 這個 A點B跟L相交 幾何學上跟它相交 代數學上就在 同側或者線上 所以 課本老師是這樣寫 A點B在L的E側或者線上 這個空格請同學填上 線上 所以 課本老師是這樣寫 A點B在L的E側或者線上 也就是你把它帶進去相乘 是小於或等於0 E側的話是小於0 線上的話是等於0 所以 帶進去相乘小於等於0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三點 就是我們現在馬上要講的觀念 請同學看例題2 A點65 B點29 如果 A B線段跟直線L相交 請問M的範圍是多少 來第一個Key A B 在L E側 那麼你把A點 帶進去L裡面 跟把B點帶進去L裡面 相乘會小於0 所以第一個 E側的話帶進去相乘會小於0 可是題目是講A B線段 與L相交 所以你除了確定它是E側以外 它不純粹就是 只有E側的一個 語法而已 它是透過這種觀點 然後告訴你或者請你注意到 有沒有注意到線上這個條件 所以A B線段與L相交 應該是E側或者在線上 所以帶進去相乘要小於等於0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要請同學注意一下 如果純粹是E側就只有小於0 如果在線上的話還可以等於0 這樣都還可以詮釋為相交 或者如果各位同學怕忘記的話這樣 A B在L E側 或線上再註明一下 那如果日後你再回來複習的話 就比較看得懂 所以這裡會多了一個等於0 它是用這種考法來 請同學注意到 還有可能等於0的機會 所以這個地方請同學注意一下 那這個符號是指的是把A點這個值 帶進去L裡面 以及把B點這個值帶進去L裡面 所以這個符號指的是這樣 然後再來第二個 所以老師把65帶進去 6m-5 加上2m加1 這個是帶X帶6 Y帶5 把65帶進去 還有再把29也帶進去 2m-9 加上2m加1 小於等於0 所以在觀念上 它常常會包含觀念以及一些陷阱的考像 就是套用這個題目來表達它意測的考法 但實際上它是用解合學跟你講說 有一個線段跟它相交 因為線段是有端點 所以如果說在線上的話 當然也可以稱為相交 那在同側 因為它是有端點 所以就表示它已經限定了它的範圍 要不然如果是直線的話 只要斜率不相等 就一定會有一個焦點 所以它因為它套用的是線段 那這一題放在 我們稱它為 二元一次不等式裡面 在考的重點觀念就是說 預測 你怎麼樣思考或者想像 它就是一個 那個同號或者異號的一個條件 好所以接下來就是代數解法 所以 這裡8個m-4 再乘以4m-8 小於等於0 當然 把等於0的根點出來 第三個 把等於0的根2 還有1 2分之1點出來 透過右邊正 負正 那你需要的是負的這個區塊 所以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含等號 到這個地方 含等號 這個是我們可行解區間 我們稱它為可行解區間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m的可行解區間 就會導致你的AV線段 會跟我們這一條固定的直線有相交 會有焦點 那這種方法是我比較鼓勵 我比較建議同學應該 一開始要學習這種方法 但這種方法等於是 你自己要結合觀念 以及它的命題取向來作為你的 那個解題判斷 所謂的你自己的觀念意思是這樣 你要詮釋它是預測 或者在線上 然後透過你的不等式的觀念 然後把它詮釋為你的代數解法 這是比較 比較好一點的 在我看來是比較好一點的 算法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在這一張 它其實擺在這個方位 主要是要考第二個方法 所以請同學稍微記錄一下方法2 但是方法2容易出錯 特別是同學對 那個斜率移動的話很容易搞混 所以一起來看方法2 大致上第一個 先把L 有M的擺一起 沒有M的擺一起 Y-1 等於M的X加2 這個把有M的擺一起 沒有M的擺一起 我只是習慣性把 Y擺在左邊而已 因為我全部搬到 把沒有M的Y 沒有M的係數 通通搬到右側 然後我再做了一下對調的 位置的對調這個動作 然後我做了這樣的一個動作以後 可以很具體清楚的看出 它其實就是點結是 B過-2正1 所以表 代表 過 過-2正1 且 斜率 等於M 之直線 所以我首先第一個 我已經把它 詮釋為某一個定直線 然後 該定直線是過-2正1這個點 然後 隨著斜率的移動而移動 所以它擺在這個地方 因為 2-1在講的是斜率 把高1的東西再拿進來 複習一下 然後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這樣想 A點在65 剛才的65 A點在65 差不多在這裡 B點在29 29 差不多在這裡 有一條直線 代表 有一條直線 通過-21 -21 差不多是在第二項線 所以如果 會圖的話 差不多在這裡 比5還要低一點 那這種 技巧 也很漂亮 有時候 難免還是得 學會這種技巧 但是 這種在 我是其實建議 兩種同學都應該要會 因為不時的 有不時的需要 所以像這種理論上也要會 只是常態來講 同學這種 特別是當 斜率 有兩種符號 要跨越的時候 這個就是同學出錯的點 因為有時候要大於大的 或者小於小的 這個就是同學出錯的點 但是 理論上兩種 方法 你都還是要會 所以這時候 我變成這樣控制 通過-21 65 所以 只要斜率 在這兩個地方 移動 或者游走 目前黑板上 老師一直用色筆所畫的這個線段 是我們的可行解的線段 所以 只要我這一條直線 是在這一個地方開始移動 因為我必須把這個當作 悄悄板的支點 然後從 藉由這個支點 這樣開始移動 這樣始終都會跟 AV線段有 Touch到 然後 Touch到什麼時候呢 當它比 這一個 這一個斜率 更大一點點 就不會有焦點 所以這個是幾何學的看法 好 所以 如果我稱它為P MAP 他減他 8 他減他 4 所以 斜率是 8分之4就是 2分之1 VP VP的斜率 他減他4 他減他8 4分之8就2 所以只要你的斜率 是介於2 到1分之1之間 他還是 通通都會跟 這個AV線段 會有焦點 因為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 剛才我講的支點 你要把這個點壓住 所以它表示一條 通過它的直線 而且會跟這個線段有焦點 所以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第二種解題模式 好 好 再來請同學看例題3 座標平面上滿足連力不等4 絕對指x加上絕對指y小於等於2 以及絕對指x加上絕對指y小於等於2 第一個 請問滿足這個連力不等4的區域面積是多少 好 畫圖 第一個key 五大對稱 五大對稱 最常出現的單元 其實就是指對數 以及三角 然後其次才是我們這個 直角坐標系 好 所以 這裡有一個絕對指 這裡有一個絕對指 五大對稱 順便再來 回顧一下 第一個 就本題來講 你sy 如果我把它操作 x用-s帶進去 因為擺在絕對指裡面 你有沒有負號都一模一樣 所以擺在絕對指裡頭 這個是相等 所以我表達了 x用-s帶 原是相等 所以它的幾何學是對稱y軸 跟拋物線一樣 如果要順便知道的話 這個寫上 偶函數在旁邊 偶函數 偶函數是對稱y軸 像cos 我們剛學完的三角cos 它就是對稱y軸 三角函數裡面的cos 所以只要是對稱y軸 x用-s帶 這裡有30度 2分之3 這是cos30度 你帶-30度進去 它的函數值還是一樣 2分之3 這種就叫 偶函數 它的幾何圖形 就對稱y軸 那這個是五大對稱裡面 第一個同學應該要學的 然後就本題來講 y帶-y還是相等 道理是因為它都在絕對值裡面 所以它是對稱s軸 只要y軸跟s軸同時對稱 一定對稱原點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所以它本身變成一個 你繪製四分之一區間的 圖形就夠了 然後另外一個詮釋角度 我們稱它為 欲絕對值討論之 所以第二個 當 當 s正的 y也正的時候 那當然底下 老師有幫同學畫出來 就比較精準一點 如果同學自己在制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討論 這個叫做第一向線 然後稍後再藉由第一向線 分別對稱y軸跟x軸 分別對稱y軸跟x軸 好 所以既然我們討論的是第一向線 所以 絕對值可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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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加上y 小於等於2 那這個 很好畫 y帶0 x等於2 點在這 把20點出來 所以課本的 點請同學把這個 右邊的點20點出來 然後x帶0 y等於2 然後如果你自己連線的時候 假設你真的還要連下來 請你記得做這個動作 你如果畫實線 其實就已經觀念不對 如果你要畫實線 就不如不要畫 那理論上 畫虛線的話是告知來源 也是很 很好的一個 圖形繪製的方法 然後藉由這個 第一向線的線段 透過低度 對稱y軸 所以會變成這樣 這個地方 對稱y軸 所以你想想看 -20到底有沒有在這個直線上 -2的絕對值 變2 0的絕對值 還是0 所以的確-20也會在這個直線上 是有的 然後再來 對稱y軸 再連線下來 連線下來 這裡45度 這裡45度 所以理論上它是一個 正方形 畫上直角 正方形 畫上直角 那小於等於你可以有兩種想法 第一個帶點 0 0 帶進去 0的絕對值 再加上0的絕對值 的確比2的絕對值還要小 所以0,0已經滿足這個不等式 表示所有 跟0,0同側的 接下來我講的是四個字 這個叫封閉區間 所謂封閉區間 像哥同學你學的 拋物線 這個就不是封閉區間了 拋物線它Y是可以到達無限大 這個就不是封閉區間了 你還沒有學過圓 可是你也可以想像 它的確是一個封閉區間 這個就會有範圍限制 所以接下來 這個地方 因為你絕對值相加 絕對值一定正的 所以X跟Y 通通都有範圍限制 X在2到-2之間 Y也在2到-2之間 這一種叫封閉區間 封閉圖形 所以這個封閉圖形 是可以擺進去一個 夠大的圓內 曾經有一年的 考題 下列哪些圖案 可以擺進去一個 夠大的圖形或者圓內 再考的就是封閉圖形 所以就開始要去繪製 拋物線不行 拋物線你怎麼樣圓怎麼樣大 它始終都會突出去 那正方形可以 它就是一個封閉區間 所以像這一種就是封閉區域 所以它能夠擺進一個 夠大的圓內 那知道一下這個叫封閉區域 然後如果你不是帶點的話 你就像剛才老師這樣判斷 E0帶進去 對這條來講 這邊是可行解區域 所以透過對稱 這四塊都是可行解區域 所以第一度第二度是 老師會繪製第一個圖案 然後第二個圖案 x加上y-1 小於等於2 y-1 這個是平移 所以我把y改成y-1 我把y改成y-1 所以圖形是往上 不是往下 往上移動了一個單位 所以第三度要請同學這樣寫 即這個 往上上移動了一個單位 所以等於把整個正方形直接往上拉一個單位 那這個平移是擺在指對數 各位同學具體學習到平移跟五大對稱 其實是在指對數 所以理論上像高1如果 繪製這個圖形 壓力就會大一點 那高2我們有學過五大對稱跟平移 只是說同學 我是擔心同學不是很記得而已 那 在這個地方 邊學也再順便複習一下 對稱 x帶-s對稱y軸 y帶-y對稱s軸 y帶-y 如果x帶-s y帶-y 你要想像它的點 它是從第一項線跑到第三項線 所以是對稱圓點 然後第四個跟第五個 就是我們常用的 x-y跟y-x 然後至於它的圖形 本題要找 請問它圖形的面積 最好算的辦法應該這樣 來 請你把這一個點標出來 0-1 這個點02 所以就對角線來看 對角線的長度3 從-1到2對角線長度3 這個地方對角線長度3 所以對角線層積之半 因為分別可以把這個對角線搬到這邊 這個對角線搬到這邊 或者你用三角學裡面 任何一個四邊形對角線層積之半 再乘以上以假角 本題上以就是90度 上以90度就1 所以理論上有很多 觀點可以算這個面積 但是 這一題應該不用切了 這題用對角線來算最快 所以面積 會建議同學這樣 3乘以3除以2 對角線成績之半 答案2分之9